亿万富翁彭博筹集了1600多万元 以帮助佛罗里达州被定罪的重刑犯登记投票 根据报道 佛罗里达权力恢复联盟估计 彭博的筹款活动已经为3.2万名重罪犯还清了债务 彭博的发言人表示 投票权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础 任何美国人都不应该被剥夺这一权利 我们与佛罗里达权力恢复联盟一起努力 决心结束公民权被剥夺 和一直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歧视 佛罗里达州在201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 恢复了重罪犯的投票权 前提是他们只有在支付了 欠政府的所有罚款、费用和赔偿金之后 才可以登记注册 辖区涵盖佛州的美国第十一学回上诉法院 上周裁定支持这项法律 上周几家电视台也承诺 为重罪犯投票权的努力捐款 曾经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彭博 已经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背书 并且为前副总统击败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捐赠了至少一亿元